当上帝创造万有的时候 他就把万有造成 有存在而没有存在自救的存在 更有存在 既有自我存在意识的存在 那这样的 人应有神的形象样式 神是自存永存的 人是被造而存 又有永恒本性的存 所以神与人不同的地方 神是不需被造而自我永存 人是被神永恒存在的旨意定下 而存却有自我意识自己存在的永存 那么神是永存的 我们是永存的 神的永存跟我们的永存不同在哪里 神的永存是自存的 我们的永存是被造而永恒本性的存 所以人有被造开始存在的一天 没有结束存在的另外一天 人因被造而开始存在 人也因为被造以永恒存在 永恒存在 永恒存在 人因被造开始存在 所以我们有存在的开始 人因被造而次以永恒 所以我们没有存在的结束 这样人被造成为永恒存在 这样人被造成为永恒存在 存在的存在的个体 他在永恒中间怎样度过 那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